中国经济继续放缓 由于新订单减少 中国12月份采购经理指数 7个月来第一次出现萎缩 市场人士预测 北京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 以避免经济的急剧滑落 根据汇芬银行今早公布的数据 中国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49.5 低于市场预期 这也是7个月来 第一次跌破50点的融枯线 其中新订单指数降到49.6 为8个月低点 最新数据凸显了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对的压力 最近几个月来 北京一直强调 没有必要再推出更强力的刺激措施 不过在上个月21号 洋行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 以遏制经济进一步放缓 并且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 分析师表示 油价暴跌将促使价格指数大幅下跌 制造业增长势头再度削弱 通缩压力上升 或促使北京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再次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